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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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陳怡恩不賣豆腐 今天要幹嘛呢 現在已經T.O.R.了 現場的光已經非常低名了 因為我們實在是今天都一直在吃吃喝喝 現在剛好提醒了一下大家 GoGo ADP已經出到6點 預計在12月15號才要發佈 可以爛G19等的車主啦 我們已經等了幾年了 都快幹掉出來了 那好不容易已經等到12月15號 它準備要發佈這個新的認定更新6.0 那它有哪些重點呢 那就是它的巡車雷達 你的APP的下班就會出現巡車雷達 你只要點了它呢 它就會有這個聲音啊 那這是其中一項的功能 好的那現在它還有第二個 比較明顯有感覺的一個設定 就是說打開你的APP 左上角點它 那第二個選項就是個人設定 那個人設定呢 進去之後呢 向左滑第三頁 第三頁的中間上面呢 就會有一個靜音模式 那靜音模式要怎麼設定呢 在它的下方會有兩個選單 就是一個起始的時間 跟結束的時間 你所設定這個時間之內呢 開啟你的GoGo 你就解鎖之後呢 它是完全沒有聲音的 像我已經解鎖了 就是沒有聲音的 好那我現在要啟動它呢 按煞車按Go 好那我現在已經在跑了 可是它也是沒有聲音 所以呢它主要就是在說 你在解鎖跟散鎖跟啟動 跟結束之後呢 都是完全精英的 它就是多了這個功能 跑爛你呢 偷偷可以半夜 可以跑出去玩 那可以去幹嘛 偷人偷騎嗎 不是啦 不能偷人騎啦 反正就是 不能做壞事 這個優點就是 提醒你 不要做壞事喔 好那我們今天就介紹這兩樣 非常重要的 一個敏感的一個設定 好的那就記得呢 開放下載更新的時候呢 記得就去更新一下 去體驗一下啦 好今天就到這邊啦 掰掰